大家好,我是Helen 今天这一幅水彩作品 画的是我的朋友的一只狗 这只狗的名字叫Jersey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用的参考图片是在户外 Jersey表现出特别享受大自然的这样一个表情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幅画也特别应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我们就开始先打草稿吧 我先标注出狗的具体位置 和它各个部分的大小和形状 比如说它的头部和腿部 都是很基本的形状稍作变化 主要需要注意的是比例关系 你一定要很尊重这个照片 然后要不然的话就会失真 然后就是把它身体的其他部分 一些小的细节画出来 比如说它的耳朵 它的鼻子 眼睛 身上的斑纹的位置 还有它脖子上戴的项圈 以及牵引的绳子的位置 最后我也用简单的几笔线条 来标注了一下草丛的具体位置和大小 最后的线稿成品是这样子的 好那现在就开始上底色 刷了一层水之后呢 我先在调色盘上找到了棕色 那棕色在这个有水运染的地方呢 就会干了之后呢 就会比较发黄一些 我们用笔刷呢 给它慢慢的把颜色推开 那这个位置呢 是正好Jersey Jersey身上是棕色的位置 那在这个棕色的边缘位置呢 颜色比较深一些 那它的这个肩胛骨这个方向呢 是比较浅一些 因为它会接受到阳光 并且呢 在这个部分 它本身的颜色就稍微发浅 那同样的 在Jersey身上 其他的有棕色的颜色的地方 我们都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颜色 给它刷上一层 干了以后会比较发黄的浅色的棕色 那现在呢 我在调色盘上找到我的红色 因为我发现在它的耳朵呢 有露出来一点肉色 比较发红发粉 另外呢 它的这个锁链上面也是粉色的 所以我们先调一个红色 然后把这些颜色的部分给它画出来 它的额头和鼻尖的位置 也有一点点发粉的颜色 Jersey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这样呢 我用笔刷沾了一些水 再用纸巾给它沾一下 这个粉呢 就会很浅 是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画水彩画的时候 使用纸巾 这是一个特殊的技巧 你也可以试一试 现在呢 我用调色盘上残留的一些 比较脏脏的颜色 有一些像裴恩辉的颜色 加了很多的水 来在它白色的皮毛的部分 有阴影之处 然后去给它画一些 淺灰色的阴影 然后再用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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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在调色盘上用比较干的笔刷调一个比较浓的棕色 来给Jersey加一些深的颜色在上面 有的时候画水彩画当你一层一层的更多的来铺垫 然后每一层画得更精致的时候 有一种画妆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在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很细心 因为它这个链子 它的皮带和它的项圈连接的地方是两个金属的扣 那我们要把这一块呢给它留出来 不要让你的红色把这一块给弄脏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草丛的位置刷上水 然后找一个比较浅的绿色嫩绿色 来给它做第一层的上色 草丛的话呢我的打算是要给它画得很随意 不会有很多的细节 主要用颜色和线条呢来表现出它是一层草 就可以了 因为主要主人公还是Jersey 所以Jersey身上的细节才是更应该被注意的 这里我在草叶间画了一些可以看到的土壤的颜色 就是棕色 让这叢草更加立体 在这一叢草旁边呢 还有一叢草它是不一样的品种 有一些深蓝的颜色的叶子 我用这个深蓝色呢也加入了一些到这个狗的鼻子上 和耳朵的凹陷处的阴影的颜色 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有呼应 不光是一个颜色不应该只出现在一个物体上面 它跟其他的东西离得比较近的时候 互相都会有影响 那在这一幅画上方空白的地方呢 它实际上也是草丛 但是呢我就是需要画得更虚一些 所以我就是用比较多的水来添加的颜色 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颜色呢 比较随机的在这个部分去行走 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熨染的效果出来 好那这个草丛里面呢 有很多小的黄色的小花 小野花 然后呢这时候我用这个柠檬黄 然后给它添加进去 我现在用一个更深一点的黄色 给这些小的黄色的花朵呢 也增加一些明暗的对比 现在呢我就调一个更深更浓的棕色 来继续给整幅画添加深的棕色的效果 在草丛和地面的部分呢 这个最深的棕色我是添加在最应该阴暗 比较阴影最重的地方 比如说草丛的最中心 比如说Jersey的身体挡住的这个造成的这个阴影的部分 这个皮带上有很多的细节 我们先把它的最基本的颜色画出来 那现在呢我用这个黄色给这个狗的尖颊骨 也就是灼光的地方 画出它的光泽 好那现在我们做第二层的灼色 是建立在第一层完全干透的基础上的 那我们第二层的灼色呢 是目的为了把这个颜色的对比度更加强调出来 也就是说把深色的地方让它颜色更深一些 那对于棕色的毛发呢 它上半部分的毛发 因为灼到是有太阳光的这样的照射 所以呢我在棕色里面添加了一些红色 使这个棕色更温暖一些 而在它的身体的下方的棕色 深棕色的位置呢 我添加了一些蓝色 让这个棕色呢会显得比较冷一些 这样的话呢同样是棕色 它也有很多的变化 然后来增加这整幅画的一个对比 因为这幅画呢又有黄色又有红色 又有粉色又有绿色 就显得非常的温暖 那这个时候如果加一些冷色的话呢 会让整幅画呢感觉更有层次 而且呢这些温暖的颜色 更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它的脸上呢白色的绒毛部分 还有一点点的斑点 我们也是要用很细的这种笔刷 来给它表现出来 这些都是细节 你的细节越多 然后呢你的画就会更生动 最后呢我们用白色的高光笔 来给它增加一些高光 比如说鼻尖的位置 比如说眼睛 闭合的眼睛也有可能有一道缝 会有这个光亮 比如说它的金属的环扣上面的高光 然后以及呢用这只白色的笔 我给它的这个链子上面的图案 增加了更多的细节 那好了这幅画呢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幅画非常适合装点椅的家居 那好那我们就这样 拜拜 下次见 大家下来这么个细节 然后才下来 感谢观看